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响应及动态性能指标的计算问题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人物 在第三节当中讲这个重点 讲千祖年二节系统动态性能指标的计算 今天的这节课的内容 是我们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 希望大家把它注意力集中 把它课程内容理解透彻掌握到位 那么我们在讲今天的课之前 我们先把上节课内容简单回顾一下 从上节课开始我们进入第三章 食欲分析与设计方法的课程内容 那我们上节课讲了关于食欲法的一些作用和特点 食欲法最显入的特点就是直观 但是它解决问题的时候 相对于来讲的话 它基于一种解文方程的这样一个思路 所以研究问题起来相对来讲啰嗦一些 而且用于矫正不是太方便 但是这种方法对于简单的系统一阶二阶系统来讲 它能给出计算性能指标的直接的公式 它有它的好处 关于性能指标 我们上节课着重讲了一个文准快当中的快 因为我们先讲系统分析 分析是从模型把指标计算出来 指标文准快 我们先讲快 上节课关于快的指标 主要是跟踪接约信号的动态性能指标 一个是超调量 一个是调节时间 和超调量对应的还有一个峰值时间 我们主要考虑这三项 那么我们上节课讲了一阶系统的时间响应及动态性能 一阶系统的标准形式 记得吧 一阶系统的标准结构形式 S分之K 然后再加个单位反馈 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系统呢 我们直接可以推出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的标准形式 把一阶系统闭环传递函数写成尾一标准形式 分子不管它是多少 分母肯定是一个TS加1 对吧 那么S前面的系数就是时间长数 这个时间长数是一阶系统的特征参数 我们计算起一阶系统动态性能指标的时候 不考虑它的超调量 因为一阶系统是指数上升曲线 单调的上升曲线 超调量等于零 调节时间呢就等于这个T的三倍 这是一阶系统 把它展触到位也简单 那么二阶系统 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个开头 讲了过阻尼二阶系统动态性能指标的这个计算 那么关于二阶系统呢 它的这个点击结构是这样一个结构 结构形式是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这里边呢 两个参数 一个是C组尼比 一个是无阻尼自然频率 我们看N 这两个参数是二阶系统的两个特征参数 那么这两个特征参数 阻尼比 无阻尼自然频率 知道了以后 它动态性能指标的计算公式 就可以知道了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典型的二阶系统来讲 那么它的B黄传递函数的标准形式 是这样一个标准形式 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个系统的过程当中 那么阻尼比 为了确定几件把阻尼比确定下来 让无阻尼自然频率 我们一个N确定下来 让阻尼比C从它变化 因为阻尼比变化的取值的范围不一样 所以系统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 当阻尼比C等于0的时候 我们把它称之为0阻尼 0阻尼的时候 它特征根是在S平面当中的一对纯须根 它对应的单位结构响应 从这开始输入是一个阶约 然后它的响应是这样过来的 在0和2之间来回的波动 永远也不收敛 那么这是零阻尼系统 天阻尼系统 在阻尼比在0和1之间 那么它的两根是在辅平面当中的 一对共额的辅根 共额辅根 那么它的单位结构响应 是一个有超条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是阻尼比等于1 那就是临界阻尼的情况 临界阻尼的情况是两个 这个λ1和λ2是落在一起了 是一个重根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的单位结构响应 是这个滤线 是一个指数上升的 没有超条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阻尼比如果大于1 那么它就是一个过阻尼系统了 过阻尼系统 它的两个根可以分解出 两个互一的单根 一个在这 那么对于这样的系统来讲 它的单位结构响应 也是一个单调上升的 没有过条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我们上节课 把这两种情况 临界阻尼和过阻尼的这两种情况 它的动态性能指标的计算 给大家做了介绍了 要求大家了解 怎么做呢 首先你碰到一个二级系统 把它的闭环传递函数 写成首一标准形式 二级系统研究的时候 我们习惯上 把它写成首一标准形式 分子不管 分子的这个数值 规定和分母当中的常数项一样 也就是说 这个二级系统的闭环增益 不一定是等于1 它可以不等于1 但是你不管它 就把分母整理成首一标准形式 那么这个常数项 就是OmN的平方 S相的系数就是2倍克西OmN 对一个具体的系统来讲 你怎么找这二级系统的 两个特征参数呢 你就是和它这个标准的表达式相比 把这个阻尼比 阻尼比和无阻尼资源平均 把它找出来 然后去计算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写出来 B1传递函数是这样的表达形式 那么算出来这个阻尼比 是大于1或者等于1的 是临界阻尼和过阻尼的 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首先 你把这两个根解出来 一个根是落在这 λ1等于负的大T1分之1 λ2等于负的大T2分之1 这个根要小一些 离徐州近一点 主导闭环基点 这个根离徐州远一点 它收敛的 它这个基点对应的模态 收敛很快 在计算调节时间的时候 它起作用不大 那么有了这两个根 你把大T1大T2 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那么这个大T1 是比大T2来的大的 大T1来的大 大T2来的小 那么你把这个大T1比大T2算一下 算一下以后呢 就在课本上查这个图 根据大T1比大T2的值 查到这个曲线拉过来 这个值呢 就是调节时间比大T1的那个值 这个值就查出来了 查出来以后呢 你把这个大T1这已经有了 一成 这个二阶过阻尼 或者零阻尼系统的调节时间 就可以求出来了 这个方法大家要会 那么今天呢 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 把还剩下的两种情况 一种是零阻尼的 还有一种是欠阻尼的 两种情况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个课程的要求 大家要重点掌握的 那么因为这个推套过程 比较长一些 我们把它挪到这个 握的这个画面上去 给大家说 那么讲欠阻尼二阶系统 动态性能指标的计算 欠阻尼包括零阻尼 包括这个阻尼在零和一之间 包括零阻尼的情况 系统的这个典型结构 还是这样一个结构 系统开环传递函数 就是它 开环增益等于 OmegaN除2X 开环增益 然后闭环传递函数 还是这个表达式 只不过现在的情况呢 是阻尼比在零和一之间 包括零阻尼的情况 我们现在讨论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说这个事情之前呢 我们先看看这个极点 我们说零阻尼和欠阻尼的情况下呢 系统的这个闭环极点呢 是在辅平面当中的一个根 那么我们下面推导过程当中 要用到这些信息 我们把这个二阶 欠阻尼二阶系统 它的极点的两种表示方法 把它在这摆一下 欠阻尼二阶系统 这个极点是在辅平面当中的 一阻尼共和斧根 上面有一个和这个十轴 镜像的还有一个 因为它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只把上半S平面的 这一个极点画在这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我们就省了 那么这个极点呢 我们根据这个特征 这个闭环传递还说的特征多样式 让它等于零 就是特征方程 把这个特征方程解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解除这个特征方程 特征根的表达形式 十步加虚步 十步是负的克西奥米加N 这个克西和奥米加N 分别是二阶系统的两个 两个特征参数 虚步呢是根号下一减克西平方 然后出来乘一个奥米加N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二阶欠阻力系统的这个闭环极点呢 写成十步加虚步的这种形式 这叫直角坐标表达形式 我们说在S平面 S平面是个辅平面 辅平面上我找一个点 就点在λ1这个位置了 那么辅平面的任意一点 都可以用一个辅矢量去表示 就是从这个辅平面当中的原点 指向这个点的这个矢量 那么这个矢量 它的模呢就是从原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我们可以把它算一下 十步平方是克西奥米加 扩起来平方 虚步平方再平方一下 两个加起来再开方 开方的结果刚好就是奥米加N 也就是说这个矢量 λ1这个矢量是由原点指向它的矢量 这个矢量的模等于奥米加N 就是无阻尼自然频率 那么这个阻尼比呢 阻尼比刚好是这个角度的余旋 他把它一比 就他把这个斜边一比 我们看一比剩下一个克西拉 就这个角度β角 那么这个角呢 我们用一个叫做极角去表示 这个极打一个引号 不是那种数学定义上的那个极角 它是怎么定义呢 我们在这儿是按照十轴副方向 十轴副方向为准 你这个顺势方向转到这个角 转到这个矢量 对于这个角度 我们定义的带引号的那个极角 实际上数学上定义的话 十轴正方向 按照这个逆势方向 这么转过来的这个角 我们现在定义的 所谓的带引号的极角是 从十轴副方向这么转过来 这个β角 这个β角的cos 就是阻尼比 我们就得到这个关系式了 cosβ等于阻尼比 那么因为这个β角 我们讨论的情况下 就在0和90度之间 就在这个相线当中 所以呢 sinβ就等于1-xc平方开方 那么这个矢量 这个矢量的模式 OmN 这个矢量的带引号的极角 就是这个β 这又是极坐标的一种表示方法 那么这些关系式 这两个极坐标和极坐标的 这两个关系式 我们以后在后面 在推导过程的 推导公式的过程当中 要用到它 留心一下 好了 讲到这儿 我们要想一想 计算系统的单位接约响应的指标 它的思路是什么思路 怎么去求一个系统的单位接约响应的 那个动态行动指标 超较量调节时间 首先要求这个系统的单位接约响应 对吧 单位接约响应求出来以后 这个系统加上单位接约以后 它在任何一个时刻的值 就可以精确的描述了 那么我们再根据这个信息 再根据这个动态行动指标 超较量调节时间的定义 去定量的 计算它的超较量调节时间 这个思路 所以下面我们的任务 要计算行动指标的话 就要求这个系统 它的这个单位接约响应 这单位接约响应呢 我们因为这个 介于这个事情本身的重要性 我们把它推的详细一些 不要嫌我讲的啰嗦 这都是必要的 单位接约响应的项函数 用拉式变化的方法解文方程 等于闭环传递函数乘上输入的项 在求动态行动指标的时候 给七种加的 都是标准的单位接约 所以这个项 就是单位接约的项函数 闭环传递函数标准的 现在这个阻尼比呢 是在零和一之间 包括零 那么写出这个表达式以后 这项函数就有了嘛 想办法就是你拉着反变换就可以了 首先要对这个式子呢 进行部分分式分解 我们这么来做 用配向的方法去做 那首先呢 你看它的分母当中 有一个特征多项式 我们把这个分子当中的 OmN的写成 配出这么一项来 和这个特征多项式一样 可以吧 这你一配了以后 不是多出了一个s平方 又多出了个2倍xOmNs吗 把它减掉 上面还是留下个OmN平方 可以吧 这样一配以后呢 你看 它和他一约是把 这个就约了 剩下S分之一了 然后一减 这个S和S一约 就成了这了 对吧 那底下写成这样 那么这项和这项一比 剩下S分之一 这地方减 减 然后这个S和S约掉 剩下它了 把这项拿出来 那么这个 这个东西呢 是它配向以后配出来的 你看 观察 观察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括号里边的东西 当成一个广义的S S有一个辅配仪啊 然后这个东西呢 当成一个广义的OmN的平方 是不是 S平方加OmN平方分支 什么东西 就可以用余旋正旋项去反变换了嘛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为了把它配出来 把这个二倍克斯OmN呢 写成S加克斯OmN和这个大S 就是广义S一样了 再把那个 还剩下一个克斯OmN拿到那边去 就变成这样一个表达式了 在这 它照写 这个地方呢 先把一个S加克斯OmN拿到这来 然后这样减号 减号以后 把后边这个还有一个克斯OmN 这个克斯OmN 这地方成了一个 除了一个 没问题啊 那配成这样呢 你看这是相当于广义的S平方 加上广义的OmN的平方分支 广义的S 这个地方一配以后呢 是广义的S加上广义的OmN平方分支 广义的OmN 对吧 那么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用余旋 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用正旋 把它反变化回来 到此为止呢 我们用一个伏位定理 说什么呢 说这个东西反变化 把它取上来啊 这个东西反变化没有问题 是一个单位节约啊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 先不管 先不管这个伏位1的问题 是cos 这个广义的OmN 这不伏位1吗 是再乘个 E的 负克斯OmN 乘到这 对吧 这项就完了 负的这个系数照写 然后这个地方呢 先不管这辅位1写 sin 广义的OmT写过来 辅位1 E的 负克斯OmN T 好了 现在呢 就把这个整理一下 看起来比较长一些 怎么办呢 这里边不是有两个 两个都有 这两项都有一个 E的 负克斯OmN 提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 E-克斯平方 开根号 也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 写成这样一个表达式 写成这个表达式了 提出来了 这一项里边 因为没有它 再乘一个 这一项里边 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 拿出来 里边只剩下一个克斯了 看 这个 这个克斯 不就刚好是 cosinβ吗 对吧 这个β的意义 是那个所谓的 代引号的基角 然后 E-克斯平方 开根号 不就刚好是 sinβ吗 然后这个 方括号框号里边 这他东西呢 我用一个 正确的合脚公式 写成这样的表达式 这个 结果整理成这样的话 这就是我们 典型嵌阻尼二阶系统的 单位阶约响应的 那个表达式 注意 这个阻尼比在零和一之间 包括零 那么 你在 在任何一个时刻 你给定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 单位阶约响应的值 是多少 你就可以用这个公式 把它精确的确定下来了 有了这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 去 具体的计算系统的 动态性能指标了 超条件调节时间 那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呢 因为这地方有一个零阻尼的情况 我们先把零阻尼的情况带进去 看看零阻尼响应的时候 是个啥 啥 啥形式 看看 这个零阻尼带进去以后呢 零 阻尼比等于零的情况 带进去 这是一了 这是零带进去 这是一了 一减去sin 这是零了以后 就是OmT加β了 对吧 注意 阻尼比等于零的时候 那个β角刚好等于90度了 对吧 嗯 阻尼比等于零的时候这样吧 阻尼比等于90度是不是刚好跑到虚柔上去了 那个时候的那个β刚好等于90度 啊 就把这个东西写成他了 写成他以后呢 负的sin 这么多角度加90度 等于cosω 有了这个表达是你看这个系统响应就知道了吧 当t等于零的时候是1减1等于零 从零开始 然后 它最大大到2 最小小到零 就在零和2之间来回去波动了 看出来了吧 啊 那么 这个零阻尼的系统的单位节约响应 单位节约是这么输入的 系统响应就从这开始这么波动下去了 那我问零阻尼系统它的超调量是多少 超调量的定义 先把峰值时间找到 峰值时间是第一次用过文太值达到最大点的这个时间 对吧 那超调量怎么定义的 超出去的部分对文太值的比 多少 这不超去的部分吗 文太值是1吗 多少 超调量百分之 百分之百 零阻尼系统超调量百分之百 调节时间呢 超节时间怎么定义的 系统 就是一个零阻尼的系统 它的调节时间是多少 无穷 对吧 因为它永远也进不到这个5%在里面 你就一直向后找吧 就找就找到无穷去了 所以零阻尼系统呢 它实际上就是说 它没法用 你给它一个节约 它根本就不跟踪你 你炮口对准的位置 它就在晃又晃又来回晃 你飞机总也打不着 所以零阻尼系统呢 简单 超调量等于百分之百 调节时间等于无穷大 这就行了 把零阻尼系统就放在这儿 我们以后不讨论零阻尼系统了 只讨论欠阻尼系统 好了 再看欠阻尼系统 它的响应是个啥样子 欠阻尼系统的响应呢 我们这么来分析 这个欠阻尼系统的单位机的响应的表达式 刚才我们推过了 现在我们不考虑零了 这个阻尼比在零和一之间 看 这个表达式当中 这个sine这一摊东西 它无非当替从零到无穷大变化的 这东西就在正负一之间变化 对吧 它不可能再跑哪去了 那么如果这个sine这套东西 就等于负一了的话 取个极端的情况 就取负一 那么就一加这套东西 不要它了 对吧 那把这个曲线画出来 不是一加二的东西 这个 这个曲线 如果这个地方取正一 那么就成了一减它了 再也不会比它小了 这个曲线就这个 这两个曲线分别是这个系统 单位阶级响应的一个上下包落线 系统响应呢 就在这个里边一直压在这走了啊 对不 那么看 当t区无穷的时候 因为这个系数是收敛的 这后边整个这套东西全是顺态分量 当t区无穷的时候 显然这东西收敛为零了 那最后系统的那个稳态值呢 趋近于一 看出来了吧 这是个问题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响应的曲线形式 我们现在有了 现在要求它的超条量 怎么做 超条量怎么定义的 你先得找到tp 峰值时间 峰值时间在哪 哪呢 第一次有个文态值达到峰值点 这就是tp 峰值点找着了 把这个tp带到这表达式当中 就可以求出它的峰值来 对吧 峰值知道了 减掉它的文态值 现在文态值等于1了嘛 然后被1锁除 不是超条量就有了嘛 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 首先把这个 这个峰值点找到 这个点 峰值点就是一个极致点 对吧 在数学上求这个 求它的这个基值点怎么办 求导另其为0 对吧 另其为0以后 就可以找到它这个峰值点了 就是它的注点 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 这个单位接约响应已经有了 要对它求导 什么办法最好 它求一次导 那很简单吧 你就把这个表达式求导就行了啊 但是你看 这个表达式当中 这有一个T 这有一个T 你在求导的时候 先对它求导 把它留下 然后把它留下 再对它求点 两个再合起来 挺麻烦的 怎么转个弯 找一个方便的方法做 我们说 这个单位接约响应 求导以后 肯定就是系统单位脉冲响应 对吧 求单位 单位面充响应 单位面充响应和系统闭环传递函数是互为拉式变换队 对吧 那我们就把它这个闭环传递函数直接进行拉式反变换 不就它的一撇吗 对吧 这方法好做啊 看 求系统的单位充响应 单位充响应 单位充响应就等于单位接约响应一撇 它就等于闭环传递函数拿出来直接进行拉式反变换 对吧 没问题啊 因为它和它互为拉式变换队 那么这个变换传递函数是标准的嘛 放在这来了啊 就是它属于标准线 那我们把它配一下啊 把它把这个分母写成广义的S加一个广义的Omega平方 然后上面凑出来一个广义的OmegaN啊 然后这个地方OmegaN多一个拿到这来 这多成一个1减克C平方 除一下 系统到这来了啊 这就是单位脉冲响应的向函数的表达式 直接拿它就可以进行反变换了啊 反变换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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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它系数照写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辅负一 先不管它 写Sin广义的这个OmegaNT 这不是辅负一吗 乘1减去负的 1减去克COmegaNT 写在这 代表面说响应有了 代表面说有了啊 再怎么办 另其为0 对吧 求极止点 求极止点 就是这个T在什么时候 刚好等于0 那让这个东西要等于0的话 你在这儿不要做指望 在这儿也不要做指望 就是这大东西让它等于0就行了 这大东西等于0呢 这个T有很多解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给曲线画出来啊 这是单位脉冲响应 就是千总价冲的单位脉冲响应的表达式 那我们把这个图形看 画一下啊 这个阻尼就是这个响应曲线 那是一足 根据你阻尼比位置 阻尼比的值不同 响应不同啊 这个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欠阻尼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有波动的啊 阻尼比越小 它波动的这个次数就越多 看出来了吧 但是让这个函数要等于0的话 这一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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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多的很 对吧 那么我们要求的那个峰值点在哪呢 看 在这儿来看啊 峰值点就是导数导数等于0的点 刚才求出来0是一个对吧 那么我们要让它等于0嘛 等于0的只有就是说是 让它的单位脉冲响应 让它就这个表达 让它等于0了啊 等于0了 这个不管 只有Sign 广义的OmgN T等于0了 就这个 这东西等于0 这东西等于0 意味着说 这套东西要么等于0 π2 π3 反正开π 开等于0 1234 走过去 有无穷多点啊 我们要的那个峰值点在哪呢 π 我们把这个响应看出来 响应在这儿呢 这是0 π 2π 3π 4π 一直走过去啊 我们要的那个峰值点 刚好是在 那个表达是等于π的地方啊 那么 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的定义 原来这个表达是 广义的OmgN T等于π嘛 让它等于π了 那么这个T就是TP了 峰值时间了 对吧 峰值时间的公式就计算出来了 峰值时间等于什么呢 等于π 除 除这个根的虚部 看出来了吧 你只要把这个 把这个二阶千组计系统的 那个特征根解出来了 它是在 千组计系统 是在腹病院 那个 一组这个 公额腹根啊 那么你要求它的峰值时间很简单 就拿π 除以它的这个根的虚部 就行了 这是 TP有了 TP有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TP的表达式 带到那个 HT的表达式当中去 就可以把 就可以把它对应的峰值求出来了 对吧 峰值减据稳态值 再被稳态值出 超调量就有了 好了 超调量计算公式 我们导一下 超调量呢 它的计算公式 我们先把 那个 峰值算出来 峰值 这就是那个单位阶级响应的那个一般表达式啊 然后这个这方的T和这地方的T都用TP带进去 这就是HTP峰值 这个TP是π除根的虚部 那么虚部当中我们刚一约 一约以后呢就变成 负克斯派 我们应该和那个底下那个 我们应该约了 除 一减克斯平方 开方 是这么多次方 他照写 然后这个地方 这地方呢 你看 TP等于 派除根的虚部 这恰好是根的虚部 对吧 一约以后呢 就成了派了 再加这个β 写成这个表达式了 你看 Sine派加β 等于什么 就等于负的Sine派 对吧 这个派可以不要 把这个符号改成正的 这个Sine派 不就刚好是等于他吗 约调 就是一加上这条东西 这是峰值的表达式啊 峰值有了 这峰值表达式 下面根据峰值定义超条量 超条量等于什么呢 峰值减掉稳态值 再被稳态值锁出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系统单位阶 响应的稳态值是等于1 它减1就剩它了 再被1锁出 就这条东西 超条量 清楚了 看看超条量 超条量 只和阻尼比有关 和OmN 无阻尼自然频率无关 看清楚了啊 这超条量的表达式 当中只和阻尼比有关 和OmN5关 这个阻尼比呢 又和它那个极角β是对应的 对不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二级系统 不管你的二级系统是什么样的系统 你只要这个极点是分布在同一个射线上的那个二级系统 它的超条量都是一样的 对不 超条量系统公式放在这了 这个超条量我们怎么去计它呢 看 我们把这个系统的极点找一下看 在这 超条量等于 π 可以这么来看 就是说你把它的这个虚部 就把它的实部 比上它的虚部 相当于π 乘上它 再除上它 就是e的π 乘上它 除上它 两个实部比虚部 e的那个次方数 就这么来记啊 刚好这个这个表达式呢 你看 它和我们的根的这个这个 位置 是有关系的啊 写成写成这个表达式 你看啊 这不是 我把这个π拿到这来 实部是负的可在我们一个N 虚部是他乘我们一个N 一比我们一个N一约掉 是不是π 乘上实部 再比上虚部 这个次方数刚好就它 啊 这是我们把 峰值时间超调量的计算公式 摆在这了啊 点一千总比二节系统 你就用这个公式去 计算超调量 就可以了啊 下面我们的任务是干什么呢 把这个图形看一下啊 我们如果把点一千总比二节系统的 这个阻尼比 看成是自变量 这个超调量看成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画出这样的曲线来啊 当阻尼比等于零的时候 零阻尼的系统 系统超调量是百分之百 随着阻尼比增加 超调量呢 一路往下走 到了0.9的时候 超调量就没有了 啊 这样过程 阻尼比越大 超调量越小 啊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下面我们干什么呢 还有一个这个调节时间的计算 计算的过程啊 调节时间 调节时间 它怎么定义的呢 是说 这系统的响应有了以后呢 我把稳态值 以稳态值为准 上面拉出5%差带 底下拉出5%差带 啊 这个响应 进入5%差带 以后再不出来的那个时刻 我们把它叫做调节时间 啊 但是这个事情呢 相当于说 你定了个5% 5%的误差带呢 相当于给了一个死框框 就定了一个考试的标准 你60分就及格了 不到60分就不及格 成了这样的事情了 造成个什么问题呢 你看啊 我有个系统 它的阻尼比是等于0.7 0.7的系统呢 它响应刚好这个黑线啊 它从这开始 越过稳态值 啊 从从进入5% 我下面这个5%差带进去了 越过我们再直上去了 哎 它特别巧 就上去以后呢 它不从这个上面的5%的5%的5% 上面穿出去 从底下这一点点就贴着它 哎 这么过来了 那按照我们定义的话 就说 你个调节时间应该是 第一次进入5%差带再不出去 这个时间就是 它的调节时间啊 就相当于 这个人呢 他考试考的巧 刚好考的60分 就及格了 还有一个人呢 总比小一点 是个蓝线 得比方说是0.65 它的响应曲线呢 是这样的 从这上来以后 从这个 底下这个5%误差线 到了文态值 就越过它 出去了一点点 考了考了 这个59.9分 就出去了 一下出去以后呢 你在这就不能算调节时间了 只能进去以后再不出来 这个时间是0.65 这个阻尼比系统的这个调节时间了 对吧 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那这样一来以后呢 相当说 我这个阻尼比是 是连续变化的 从0.7连续往 往小变化的 但是这个调节时间算出来 它是一个间断的 清楚意思了 这个事情呢 就是比较 比较麻烦一点 你详细讨论它 好像意思不是太大 那么在工程上呢 你也没有必要区分 这么细的去区分 怎么办呢 工程上为了方便起见 干脆 你也别讲这事了 你说你考了59.9分 你没有及格 就挺冤枉的 你别这么说了 我们干脆 怎么怎么规定呢 你也别说你 这个响应的这个 这个抄条 就是这个总体比是多少的 干脆大家 你不是由上面一个 包罗线 第二个包罗线吗 你响应不就在 包罗线里面夹着呢吗 干脆 就以包罗线进入 5%的误差带 作为基准 来定义它的调节时间 这在工程上 就是连续的 也就是说 你这个 组你比连续变化的时候 这个调节时间 算出来就是连续的了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你看 包罗线进到 5%误差带里面来的话 这个曲线 肯定在它之前 就已经进来了 对吧 所以呢 用这个方法 用包罗线进入 5%误差带的 这样一个时间来 算这个系统调节时间的话 这个算法是比较保守的 因为实际系统 它的响应的调节时间 比你用这个方法 算出的调节时间 要短一些 就有点冤枉 是吧 但这样算了以后呢 你 这个组尼比连续变化 它的调节时间 也是连续变化的 而且工程上 这么算起来 比较方便 大家这么处理了 这么处理呢 谁最冤枉 组尼比的0.707的 那个系统最远了 因为你这么卡了以后 对我最不公平 但是大家都这么做了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 你看我们计算 这个调节 调节时间的时候 你不管是上包罗 还下包罗 反正进入 5%无差带的时间 肯定是一样的 对吧 那这样一来以后呢 怎么办呢 干脆 我就让这个 包罗线 减去1 这个表达是减去1 然后让它等于0.05 这么来做 这是包罗线 上包罗线 减去1 我们再去减掉 让它等于0.05 这个时刻 这个调节时间 就定义的是调节时间了 对吧 明白这意思了 这是从上面进来 上面进来和底下进来 是一样的 反正包罗线 是对称于那个 稳带值的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 你看看这个公式 变成什么了呢 让这套东西 等于0.05 由这个式子 去解这个调节时间 给出这个公式来 把东西除过来 然后两边取自然 取自然对数 然后把负的 可在我面前提过来 变成这个表达式了 推掉我就不去管了 那么这里边呢 你看 这是long 0.05 这个没得说啊 这个是xωn 就是根的十步 不要那个符号 这地方带个符号 真的啊 然后这里边 还有个变量 是1-xc平方 xc不一样的时候呢 这个值还有所不同 但是工程上为了 计算方便起见 干脆去简化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计算系统的时候 那个系统 它的这个阻尼比呢 一般使用的系统 的那个阻尼比呢 都在0.3和0.8之间 那么你把这个0.3 或者0.8带到里面以后 算这个值 long这个值 基本上就在 -1 那个附近 值呢 比-1稍微 绝对值 比-1稍微小一点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 相当于 long 0.05得-3 它呢又是-1乘二分之一 就是-3.5了 对吧 把这个符号 一约成了3.5了 底下就除它就完了 在工程上 就用这个公式去算 系统调节时间 概念上来讲 它不是我们原来定义的 那个精确定义的 调节时间 就是想去现在 进入5% 无差带的那个时间 而是 包落线进入5%的 那个时间 清楚了 另外 在这个地方 做了点近似 用这个方法 就把这个东西 long 1-xc平方 当成是-1来看 这个算出来 这个值呢 偏于保守 工程上 你规定系统的 这个动态性能指标的时候 宁可保守一些 那保守了以后呢 有利于系统最终 性能指标达标 所以呢 就用直接用3.5处根的 十步 不要那个符号 来计算 系统的调节时间 这个公式是包落线进入5% 无差带对应那个时间 而且在这 做了点近似 那么这个公式呢 就好算嘛 所以我们给出 调节时间的计算公式 等于3.5处根的十步 不要那个符号 调节时间有了啊 当然 我们对应的那个 无差带是5%的 那么还有一些 这个高效教科书呢 大概有四分里头 四分里头占一份 这个占的比例不多 这些高效率的教科书当中呢 这个超调量有用2%的 如果用2% 那就是4.5处 克西奥米加恩 我们以后都是 以这个5%差带 这样一来 我们把这个系统呢 千种量级系统的 动态性能指标 一组三个公式 列在这了啊 这一组三个公式 你们格外的流行一下 要求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同学 你学控制的同学 如果你以后搞 控制工程 不改行 这一组三个公式 你要记一辈子 就把它当成是 我们中学当中 学那个 一二次方程求根 那个求根公式 你就那么记就行了 好在它好记 等于什么呢 峰值时间 等于π出根的虚部 调解时间 等于3加5出根的实部 不要那个符号 这个超调量呢 只和阻尼比有关 等于π 这个e的上面的指数项 指数项等于π 乘根的实部 再除根的虚部 记住了 根的位置知道了 它也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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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三个公式 就是专门计算 点一千多年二级系统的 动态性能指标的三个公式 那么想一想 我们这个公式 推套出来以后 你怎么去用它呢 有一个二级系统 把它写成标准形式 分母写成首一标准形式 然后把可C和OmN求出来 可C一看 是在零和一之间 好 这个公式可以用 那你可C也有了 OmN也有了 代公式算出来就可以了 清楚了 好了 下面我们举例子来看 一个系统 它的结构是这样的结构 单位反馈的 开完增益得多少 开完增益 开 这已经尾一了 开完增益 那么开完增益呢 这个可以让它等于10 叫你求一下系统的动态性能指标 这是第一问 第二 要确定是系统的阻尼比 等于0.707 0.707的系统呢 β角刚好在45度线上 它响应的那个调节时间呢 实际上是最短的 你用那个3.5出根的10步 那个方法来计算 算出来那个值呢 要比它要大得多 它是喊冤枉最有道理的 你要把这个阻尼比 要配到0.707 β刚好等于45度线上 那个位置 那么对应这个开完增益 应该取什么值 两问 我们先看第一问 做这个事情怎么做呢 刚才思路我们理了 把这个key带到里边去 把闭环传币函数写出来 里程首预标准形式 找它的kc有名文 对吧 如果kc在零和一之间 套那三个公式 直接套就行了 这方法简单 当开完增益等于10的时候 我闭环传币函数 等于这样的表达式 写成这个表达式之后呢 上面是在这 这个k取10了 然后把分子分母同时乘个10 上面是100了 底下是s平方加10s加100 是吧 这闭环传币还中吗 闭环传币的分子和它一样 分母 它的分母等于它的分母加分子 只要把它上面上下同成个10 就是手艺标准形了 写成这个表达式之后呢 手艺形了 和我们那个标准形式相比较 标准形式在这呢 这个100就是我们一个n平方 所以呢 我们一个n等于10 s前面系数2xn等于10的话 那把这个10拿来 把它的2ωn一除0.5 欠阻尼的 阻尼比呢 这0.5的话 对应的β角等于60度 这个特征根是在60度线 β等于60度那个线上分布置的 无阻尼自然频率等于10 那么套公式了 峰值之间 派出根的虚步 算出来是0.363秒 超调量 超调量带进去 不说了 超调量是0.5的 β角点 60度超调量呢 是16.3% 16.3% 调节时间3加5处根的10步 根的10步 已经有了啊 根的10步这好看 把它写成这个标准形式 s前面的系数 这个系数就是 cΩn的2倍 10 底下这除个5 对吧 这除个5 得0.7秒 我们把这个系统的 单位阶约响应曲线 画出来以后呢 是这样的表达式 从0开始 这是单位阶约输入 红的曲线啊 它响应从这开始 第一次约过我们才值 达到最高点 这最高点的值呢 是0.363 刚才算出来了啊 0.363秒 超调量是16.3% 这地方是1.63高度啊 1.163 这高度 然后进到这个 0.7的地方呢 进入5叉带 但是实际上 进入5叉带 是在它前边 可以理解吧 这是包容线 进入5叉带的时间 详细曲线 有这样的曲线 啊 那么给大家 说一下这个 这个三个特殊的参数啊 就是当你的阻尼比 是0.5 这个贝塔角等于60度 在这条线上 分布那个叉叉 对应那个2T系统的 超调量 是16.3% 刚才我算过了啊 然后45度线上 对应的阻尼比呢 是0.7% 就是0.707 二分之根号2 它的超调量 按照这个公式算论来 是4.33% 我们一般来说 就把它当5%了 它刚好上去 没有到5% 那个摩擦线啊 没有到那个 文态值上面 那个1.05的 那个摩擦线啊 这是一个 这样一个基点 如果这个基点分布 是在对应的 贝塔角等于30度的话 那么它的超调量 算出来的 0.43% 0.43% 就很小了 这三个值 你把它记下来以后 以后碰到 点一千重点 2T系统 它的阻尼比是多少 然后算出来 这个超调量 那么你落在 不同的区间里边 它应该是 要和它吻合的 如果这个出现 矛盾的话 那你算的肯定错了 作为一个 检验的一个 三个点 这是我们第一问 当开完增益 等于10的时候 它的动态性能指标 峰值时间 超调量 调节时间 用公式 直接套就行了 下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说什么呢 说你这个K 也不取10了 反正你随便取 要是这个系统的 阻尼比 要刚好等于 0.707 对吧 那么这个K 应该取多少 那你 那你干脆 就把K 带到里面去 把B环传奇 函数 上面乘个10 下面乘个10 写成首义标准形式 那这个东西 就是OmN平方了 对吧 那前面的10 就是2倍克斯OmN 10除2倍克斯OmN 另它等于0.707 解除这个K来 对吧 解除这个K来以后呢 K的具体曲折是等于5 这个这个式子 让它等于 让这个阻尼比 0.707两边平方 把这个K倒过来 总理比最后 这个开完增益 等于5的时候 它的那个 闭环几点呢 刚好落在45度线上 这个时候的总理比 等于0.707 好了 这个例子讲完了 到时间了 我们休息10分钟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